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出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 如果想真正的看到世界的镜头 可能不是一件现实的事情 但是在地球上却有很多景观 都能被称为是世界镜头的景观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世界镜头的山峰 这座景观就处于罗赖马山 罗赖马山是南美洲北部 帕卡赖马山脉中最高的一处山峰 它的海拔高达了2810米 整个山脉边缘非常的陡峭 但是罗赖马山的顶端却非常的平坦 从远处看着这座山峰 它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标准长方形 而这样独特的造型 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除此之外 在罗赖马山的顶端 还有一个巨大的瀑布喷涌而下 而它的落差也高达几千米之多 这样的落差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瀑布 这里之所以会形成瀑布 一是因为这里的海拔比较高 二是这里一年到头 雨水不断 据统计 这里的年降水量基本上都达到了4万毫米 面对如此大的降雨量 所以平顶山也就形成了巨大的水流 最后也就变成了瀑布 除了这些之外 因为这座山的海拔原因 所以这里有很多的物种 都只有当地才有 同时在这座山上也发现了很多水晶 但是这些水晶人们不能带走 不然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